然后他走过来的时候 大概就讲 我只懂得看到你 Ladies and Gentlemen People 我们是空腹 三天课 姐 我是臭姐 对不对 我是阿修 我是石定 这样吗 有带歪了 有带歪了 对 今天我们要讲说 灵异事件 鬼故事啦 就是我们 灵异事件 因为我们晚上怕讲鬼故事啦 所以要早上讲一下 对 我们要讲 飞机上 哎呦 酒店 飞机酒店 还有个人的灵异事件 共产人的灵异事件吗 个人就没有什么遇到 我说到我都是听回来的 那就飞机上酒店 还有听回来的 ok 也可以 罗门妮你会相信这种灵异事件 我觉得有 另有顺其有 另顺其有 有顺其有 可是我没有想过 飞机上会发生灵异事件 我没有想过这个 而且我没有想过 原来听话的时候觉得 又有这么恐怖嘛 要咯 有这么恐怖啊 可能会有啦 可是有时候我会自己下自己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睡 一个一个酒店房间的时候 有人跑的声音啊 又得安慰自己 应该是楼上啊 楼上好潮哦 隔壁好潮哦 等你check out的时候才发现 隔壁没房 蛤 怎样 当然因为像我们公姐的话 会常常住一个酒店的 那些酒店会给我们同一个房号 就五个房间就是 装给空姐他们住 不要特地去记得那个号 好像如果都try想 你剩下那一间房间 然后你又记得 那间房间的东西 也就会更怕 那会更不想去 去住下去 什么地方你有记得 我发现个是在日本 在日本 日本是日本 到很凶 其实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的房间 被安排到corner room 就会比较呃 我讲音气比较深 对啊 伤进来的楼梯 这样拍照的带走什么东西 来保护你 他开始说 他被枕头 corner room会比较怕 或者是在电梯对面 或者是电梯旁边的房间 我会怕电梯 对面 可是其实电梯旁边的房间 都会很吵 反正我会觉得这样子很安心 因为我觉得都很吵 阳气了重 可是corner room是最主要的 我记得有一个酒店 那个酒店是出了名 闹我是请人 然后就是唯一那一间房间 是很容易被闹心的 我们都知道 然后都不会去拿 那个房间 其实是 特别是给我们crew的人 可是我们特别不会去 拿那间房间 很可怜 在日本的hotel 我住我也很难入睡 就是睡不着了 为什么 我还要开灯 所以平时我住其他酒店 我都是开电视的 厕所一定要有灯 我一定要开电视睡 我一定要有声音 但是我带着i-match 蛤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日本 我是真的一个人睡 然后我真的是开电视睡 人家又问我 你不会怕突然间没有电吗 他只要我 开光开光开光 我就很可怕 这里还是有一个人跟我讲 你不如把他那个电视的 插头 我说你把他的电视上 你你知道那个是要突然亮起 那个才可酷吧 你咧 你的酒店酒店 有没有遇到可怕 你来讲真的 你有没有遇到 为什么我可怕的那种 也没有 我真的没有遇到 我觉得我可以讲的 是不是灵异事件 可是是 是你想太多 可能刚好算坏掉这样咯 或者是刚好我突然间睡 太累的时候突然间起来 所以有一次我在 土耳其的一间酒店 可是我就太累了 我就记得几晚点 希望早上睡觉 对不对 睡到一半咯 可能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突然间起来 我就觉得有人在敲门 我起来 我就突然间 你叹脸 他说你在心脏吗 他会怕 然后我就 是跳起来的那种 我就冲去门那边 因为我的房间 是corner room 冲去开门 哇你不用看啦 去查 我觉得更恐怖 我会去查 你问是坏人怎么办 我没有想到 我就觉得有人在 抢门的housekeeping 然后 我开门 没有人 我就站回去 所以两个小时过后 我就突然间起来了 我就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会想到 这么多我自己去 开门 过我就不要想到多了 我一直有点恐怖 可是我就有一个同事 过来讲 不是这间酒店 就是在日本的酒店 发生同样的东西 housekeeping就打电话来 问他要不要整理房间 然后他就讲 不要啦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平时也没有 这样子的人打电话来 突然间讲到打扫了 挂掉了过后 就有人敲门 开门的时候是 cleaner 就问他要不要打扫 他就讲 不用啦 他就觉得很奇怪 隔天checkout的时候 他就去问那个front desk 他就讲 为什么有人打电话来 问要不要housekeeping 那个front desk 就check记录 讲没有啊 敲门也没有 然后他就问 他就问你懂是谁 知不知道他们名字 有没有讲什么 他就跟这个front desk的人 这样 然后front desk的人 就讲 这两个cleaner 是很久以前的一堆夫妇 很老的 他们很早就去死了 这个hotel what the hell 然后我来呃 他们散掉 很恐怖 突然间我这样 那个地方是他住的酒店 幸好我没有遇过 还好我身边还学习这样的 其实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人传人 可能不是真实的 我的方法是 我要去那个地方 如果他们开始讲 其那里有个故事 我们就讲不听了 对 我也就不听了 我那间酒店 很 famous 就是一个阿伯 就是它是同一个酒店 同一个酒店 我很好奇这个酒店 我等一下给你看 哦 ok 这个阿伯是很喜欢敲房门 我觉得被敲房门真的很恐怖 一直开就敲 敲到你开的位置那种 那个你怎么会敲 那他就 那他就为什么要选大白天 哈哈哈 晚上想很过分 也是这样子去问那个Fundes 为什么这个阿伯一直敲敲 来敲你的房门 那时候这个阿伯已经去死很久了 我遇过的是 它是一个Korea Crew 然后我刚才起床 一回来就在门口 这样打开那个雨上 我去闪眼我就 哦你跟我讲过是不是 然后过后会有事情 他自己也走 对 然后他自己也走 可能他们也不懂 他们是Korea吗 对 他就一直留下来讲话 咦 那个我知道我记得那个 对 那个是Korea Crew 他讲英文那句话 他讲话也重点讲Korea 他讲 我们好赞哦 哈哈哈哈 好衰不衰哦 我那个Korea Crew同事 他会听中文 哦 他就随随给他问他 那为什么你在这里 为什么你在这里 可能是你 啊 这样啊 你在讲话 哦 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回了嘛 他就跟我讲他 中文真实 他就很累 他就讲不要烦 不要烦 然后我就有告诉他 其实我们华人有习俗 不要在室内开雨晒 他就说哦真的哦 对 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我傻眼 哈哈哈 我记得我那时候听了过后 我们 我们 还蛮肯定的 对 有过多人那时候 也是我在家里 我是有开车 然后他 大反力很大 我讲 我还没开 撒撒 你却还没开我 我记得这个又是同事跟我讲 他就讲 就是这个在纽西兰 像是一间一间的 这个女生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听到屋子的 好像一直有人跑来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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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二楼是没有人的 去找男生啊 我们也是男生的空服员嘛 就来 来那个房间看一下 然后那男生就骂很大声 啊 something like 够了 他有叫 那个酒店的人来 哦 还叫酒店的人来 去楼上查也是没有人 也没有东西 咦 真的是没有人啊 没有人 可是这些都是穿有 我不知道多真多假 但是 如果你是当初人 所以我觉得会很害怕 我跟别人一起睡 我不要带任何方便 Sity啊 Sity你有什么 我没有了 可是我是看人家讲的 Sity很好 Sity的命太好了呗 因为她的那个 她的枕头像枕头 她的枕头都要保护她 保护你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影片的话 Sity她带枕头去 她枕头是那种 油伸的 油伸的 对那种伏伸的嘛 所以我昨天讲的 有啊那个 帮你披肺的 披肺的 所以就从来没有遇到 聊到昨天我突然想到一个 我以前的hotel 表哥 他敢讲给我们睡什么房间 医院的 医院 睡在医院 睡了一个 Refurnished的一个hotel 他之前是一个医院 我忘记是神经病院 是不是神经病院 然后它的立法就达到啊 你可以在想起到一个病床 放在里面的那种 有这个hotel 然后它的天地是吊在上面的 就好像你是冰床 但是我做的说法OK 可是我听说它不是浴冠 然后是有人推着冰床出来的 什么意思是在推冰床 酒店的灵溢时间其实是很多 而且相信你们应该自己也有时候 有没有到 不一定是空 很希望讲到之前他们不会怕住酒店 不要自己心里做乱 不要自己去给钱看鬼戏 所以我们听人家讲鬼故事 这样是不要看我们的这一集吗 讲完了酒店了 我们来讲看 在飞机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 飞机我是 温泽鱼 但我是挺酷 我有我有 另外一支是我的 OK 你赢气两种 对啊 他打我了 OK 这个好 没什么赢气粽好吗 OK OK Bang 我觉得就比较斜一点的东西 斜 斜 斜 有遇到两三次 call bell会一直叮叮叮 噢女玉果 那个位置是空的 原来两次是晚上的flag还是早上的flag 应该是晚上的 都有 蛤 有一次我做一个16个17个小时半 嗯 他就一直想哦 就是同个位置 我就想我问了 我终于是那个位置想哦 System Default呢 可能是 Default 你去按掉它 过后可能10分钟 过后还又在叮 就是很奇怪 还是叮咯 有一个是晚上 没有旁边没有人 下一次 而且是 呃 but anyway 所以有些aircraft是 巴在那边要下楼梯的地方 然后空姐已经做完所有的东西了 机长会把power shut down 所以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忘记拿了手机啊 还是皮包 忘记了 不时他就走过去后面拿 他就看到有一个黑影 坐在 银沫肋 donuts 他就不要去理 他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讲 我这点很好 他就跑出去了 然后他就 原来哦 你听到说我也是吓到 有脑骨什么的 然后下面那个 今天这是 应该每个人都有讲的 今天的另一世界 这是我听我的同事讲的 在那个Fly 是有一个空姐 他用作为一个passenger 他刚从厕所出来 他就suff with me 那个passenger passenger就讲 我没有order这个耶 他讲 可是你的老公帮你order了这个 他讲你所要喝这个 然后那个passenger他就stun 他讲 可是我的老公在cargo里面 这个其实常常听到 这个很经典 很经典 我相信有多人听到 不许是造谣来是真的假的 造谣 开始我听我听 诶很厉害啊 然后听不听看看 诶好像每个的故事一样 你觉得太恐怖了 我要讲一个 这个是 最恐怖的就在最后 就是有一件福气 他们就是 一直吵架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然后有一天老公真的是受不了 就把那个老婆给杀了 那个老公很怕 他就把他老婆给字节 oh no 然后就把那个尸体之节了 放在冰箱里面 直播就跟他讲 总是要在头七那一天 要把那个衣服洗到很干净 就是那些血迹要洗掉 你们是不是很怕 他老公就是真的去洗那衣服 他就洗 一直洗 一直洗 然后他就听到那个门打开了 你弹一下 不要有烧衣服 okok 然后那个 脚步伸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的说 他就真的很怕 他一直洗 一直洗 一直洗不掉 他就听到他老婆讲 讲 哎 你忘记了 有你带的吗 洗衣服 更洁净更芳香 只需一次清洗 这就是 结尾啦 你们没有听过那一小学的鬼工 你不再拖 我看你们已经很紧张一线 然后就这样 就是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可以分享 给我们知道 但是我不会去看 对啊 然后我不会去看 而且我不会去看 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是真的要去看的 因为我不会去看 我会吓死 什么就请留言 然后帮我们subscribe 请赞 分享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